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在昨天10月2日早上8點左右的時間 日本宮崎縣的宮崎機場發生了一宗爆炸事件 事件當然是令人震驚 也會令人聯想到是否與恐襲有關係 爆炸的地點是位於機場跑道附近 當時亦剛好才有飛機通過 飛機經過後大約過了1分鐘左右的時間 突然之間傳出巨大的爆炸聲 馬上就造成地面嚴重塌陷 而爆炸後地表的滴青也被炸成碎片 留下了一個直徑大約7米深到1米的大洞 慶幸的是這次爆炸就未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整個機場就因此而癱瘓 跑道被封鎖也影響了接近6000名乘客 部分航班不得不取消或延誤 不過這次與恐襲是沒有關係 事後陸上自衛隊就立即派遣了專門的未爆彈處理隊進行調查 而最終就確認這次的爆炸是由一顆美國製的500磅炸彈所引起的 而這顆炸彈很有可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放的 但是當時就未爆炸 埋藏在地底超過80年之後就終於在昨天爆炸 而至於爆炸的具體原因目前就尚無法確定了 專家推測可能炸彈是這個時限式裝置的炸彈 意思是當時投放的這顆炸彈未爆炸 但是過了一定時間之後裝置就會自動引爆 也有可能是地震關係 又或者是附近飛機經過的微小震盪而引起的爆炸 宮崎機場的歷史其實是可以追溯到1943年 當時這裡是作為日本帝國海軍的飛行基地 而這個地區在戰爭後期就多次遭到盟軍的空襲 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 現今的宮崎機場當時就是一個基地和很多軍事據點在 所以就成為了美軍B29炸機的空襲目標 當時美軍曾經在一輪空襲當中投放了數百顆炸彈 這些炸彈當中就有不少在當時未能成功爆炸 隨後就被埋藏在地底 而當年皇軍的特工隊的飛行員都是由這裡出發的 所以現今的宮崎機場都算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地點 但同時今次的微爆彈爆炸的問題就成為了 當地至今即使變成了宮崎機場之後 都是完全沒辦法清除的隱患 這次爆炸事件就再一次引起人們對日本國內美爆彈問題的廣泛關注 而根據專家的推測 宮崎機場爆炸的這顆炸彈 有可能是美國製的定時炸彈 這一種類型的炸彈是具備著延遲起爆的功能 在投放之後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啟動起爆裝置 但由於後來戰爭結束等等的原因 這些炸彈最終成為了未爆彈 是長時間埋藏在地底 而直到特定條件之下才會被引爆 日本國內不單單是宮崎機場 無論在沖繩或愛知縣、靖江縣等地區 都曾經發現過微爆彈 專家說這是全國範圍的問題 這樣說就未免太可怕了吧 而根據防衛省的數據 2023年陸上自衛隊處理的微爆彈數量達到2348件 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當中 沖繩縣的微爆彈問題最為嚴重 因為當地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地面戰的重要戰場 所以這些微爆彈的來源大多數都是美軍投放的炸彈 因為當時美軍對日本進行過很大規模的空襲行動 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 統計數據顯示自從2007年起 日本每年處理微爆彈的數量都一直保持在1000件以上 即使自從超和50年以來 戰後的微爆彈處理數量逐漸下降 但近十幾年每年處理的建數基本上維持在穩定的水平 微爆彈的處理工作可能還要延續一段時間 因為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準確統計得到 地底埋藏了多少顆微爆彈 以及很難預測得到何時才能徹底清除所有的微爆彈 而根據地質專家田中江的分析 這些微爆彈在地下埋藏多年之後 仍然具備有爆炸的可能性 特別是在缺乏氧氣的地下環境當中 金屬材料不容易生鏽 亦因此內部的炸藥仍然可以保持活性 而微爆彈最常見的發現地點就是建築工地 在施工的過程當中重型機器不小心碰觸到地底的微爆彈 導致爆炸 不過也有些狀況就是 微爆彈是未受到外界的壓力影響之下而突然之間爆炸 例如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綠兒島縣的喜界島 就發生了一宗微爆彈爆炸事件 當時有一顆微爆彈突然之間由地底爆炸 就摧毀了一座住宅的倉庫 但是幸好的是沒有人傷亡 另外在全國各地都有相關的事件 例如2021年東京都的燦並區的住宅區 就發現了一顆50公斤的微爆彈 當時自衛隊和警察迅速趕到現場封鎖附近的街道 最後就用30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回收了這一顆長1米重50公斤的微爆彈 2022年4月靖江縣盆田市住宅區 有煤氣公司當時正在進行管道工程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顆微爆彈 2022年10月 黃濱市的賴谷區也發現了一顆微爆彈 這個地點甚至乎是美軍設施的舊子 如果住宅街裡的微爆彈爆炸的話 後果都可大可小 即是說到東京的微爆彈 可以說一說有關地下鐵 東京線路四通八達複雜就出名了 但是這些地下鐵都是圍繞著黃居運行 黃居底下是沒有地下鐵通過的 這個原因很明顯是因為這是黃居的居所 所以就不會在黃居的地下挖一條地下鐵出來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東京都23區以外 西邊的東京是完全沒有地下鐵通過的呢? 這個事實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傳聞是因為西東京那一邊 即是東京都23區以外的地方 有很大機會地下是埋藏著大量的微爆彈 傳聞是說一直以來東京都的發展都集中在23區 沒有將資源分配到23區以外的地方 這些地方的微爆彈沒有很積極地去處理 所以也沒有很積極地開發地下鐵 而這些地方在二戰時期 是有很多一些軍用工廠和軍用的飛機場 1944年11月開始 美軍就是對東京進行大規模的大轟炸 單單是東京被美軍空閘的次數已經超過一百數十次了 有幾十萬的燃燒彈或者炸彈 是好像雨水般轟炸東京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東京都全區域甚至乎去到全日本 到底地下有多少顆微爆彈呢? 相信都有待發掘 當然地不是每一次都這麼幸運沒有人傷亡 1999年在三重縣 當時在當地進行道路工程的時候 地底埋藏著幾顆微爆彈突然爆炸 而導致一名工人不幸喪生 日本國內處理這些微爆彈問題的工作是由陸上智慧隊負責 每一年處理的數量巨大 根據數量推算 平均每一天要處理超過六顆微爆彈 這個數字都挺震驚的 雖然防衛傘暫時沒有辦法去推測全國範圍 裡面有多少顆微爆彈埋藏在地下 不過都可以預見的就是 這種工作都是會繼續下去的 好了 影片就來到這裡結束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頻道 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